嘿是的我喜德啦 今天心之后意正式来帮一个80版本后 谁是版本T0 由于这个是国际游戏 所以完全不能做一个未来式参考 这游戏的初中后期 那后期我觉得定义在80到90版本 每一个强势的角色 T0等于都不一样 那如果你是要以这个终极目标90等版本 然后或是80到90这个版本 以这个终极T0角色来的话 我现在就来分享给各位 那这个东西是相当主观的啊 那我也体验过非常多大佬的角色了 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排出一个 我心目中的T0角色 帮助新手未来培养 这个不会吃亏 因为这游戏没有支援重置 你练一只角色就是非常辛苦 要培养非常多支援 要砸非常多的鞋子进去 好话不多说 我们分析T0角 介绍这个T0等级之前 我先说 我目前觉得现在的陷阱角都偏尴尬 黑太阳是真的不错 黑太阳你T0的话 我觉得表现是非常好的 但是呢 贵 我这个边的频道 就是以这个小克无克出发点 你如果有办法一瞬间弄到 六命六元 然后专五六的话 我就很推荐你用这个黑太阳 因为后面的关卡打光鼠 克下去也是一样 我们的黑重力球 什么球 普攻都是破万的 也是不错 但是我是觉得真的太贵了 不建议投资 那我这预算 我这边就是预算0到1万之间 或是说你0到3万之间 那我就还是觉得说 我们以这个性价比为单位 我们版本T0 我们先从输出手开始 我觉得沙尔卡绝对是版本的T0 他后面的高细数 而且你的攻击的输出手法 节奏都非常的施滑 就是完全不卡手 他的普攻速度 雷属性的爆发伤害 轻轻松松 90等的角色 应该是轻松松打个克鼠的话 3-4万单下是跑不掉的 那还会跟这个血弓比 我觉得血弓基本上等同这个雷弓啊 这两只 这一只其实在这个中期的时候 有在拓荒的时候偏无力 但是在后期的时候 你撑一些暴击暴伤装的话 你会看到血弓常常克服下去 一发一箭 就是10万以上 暴伤暴击起来就是20万 所以说这两只角色其实算是 我觉得都算是T0等级的啦 那也没有什么行后顺序 因为仰起来的话 我觉得血弓是非常强的 那个单箭伤害就是破10万 每下暴击 所以我觉得 这两只是目前弓箭手是可以练的 那你说独妹呢 独妹上一期影片 其实跟大家讲了 我是真的不是不推 同样的造架 同样的输出手法 同样的输出时间 你一定没有办法抵得过目前这版本的两大伤害 再来以大剑选择来说 我觉得三塞尔光大剑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在未来会要出一个光盾 那效果不知道 但是我目前还觉得限定池 你一定要有办法抽到命一命二 才有办法去抽 那我觉得光大剑也是一个值得投资的角色 因为他的手中长距离 大家后面的狼的伤害系数越来越高 而且后面的暗关卡也需要三杀 基本上八九十以后 你的蓄力攻击 或是符文攻击 刀刀破万破三四万也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这羊 那这个有人会一定问说 那这个我们的黑太子爱德华 在八九十后的表现如何 我觉得说一样哦 这个是非常好的 主要是说 这游戏到后期真的是 还是要以属性相克为主 所以爱德华绝对是可以练的 而且后面的装备起来 你的那个蓄力啊什么的 操作锁感就可以连段 非常的湿滑 但是说我还是目前认为 T0等级是萨尔卡跟塔里亚 那近战的话就是 就是拿来克属 然后拿来去补充的 如果你刚好缺角色的话 爱德华三萨尔都是可以拿来练的 那赛亚这个水埔有人说 我这个觉得纳燕都比他优秀 那我当然是我个人认为 只要赛亚到中后期 只要有个命一的状态 只要突破一次 我觉得就会比纳燕好用 因为普攻的回血速度 都是三四千四五千起跳 那简单来说 纳燕跟赛亚都是要练 但是后期赛亚一定会不断抽嘛 人家这个状态是命六的纳燕 那我们这边赛亚命六的话 是非常恐怖非常恶心的回血量 我觉得他还是最强奶妈当之无愧 比如说因为我们缺赛亚 所以在中后期的情况下 在这个情况下会使用纳燕还是比较多 我到现在也是使用纳燕 因为我现在赛亚不够 但是我后期一定是会转成赛亚的 如果你是一个盘补路线的来说 那如果你没有上述我说到的五星的话 我们四星的角色是可以练立安 卡佩奇 纳燕 那其实这个马太尔跟鲁兰 其实表现的都不差 在属性相克上面 那我觉得说就是你喜欢练就练 像卡佩奇最近埃尔很大一刀 但是伤害表现还是不错的 跟我们两个独属性的角色来说 那我觉得这个版本题外 我们做个总结吧 我觉得你用刷萨尔卡 三萨尔 然后斜攻就恭喜了 我觉得目前的版本三本注 坦补的话就选赛亚纳燕 我觉得是OK的 然后你缺一只独属性的话 我觉得卡佩奇可以去挡着 那你缺一个暗属性的话 我们就选择立安 那也可以选择雅铃 但是我雅铃 我目前没有玩到高的高图的雅铃 有雅铃玩家可以帮我补充一下 在这个PVE表现好不好 好啦 本次的我觉得80到90等 这个目前这个版本 毕业版本就是属于这些啦 我是希迪喜德 我们下次见 拜拜